自从Intel Core i7-14700K推出致敬 它就被誉为是14代处理器里提升最大的型号 因为只有14代的i7系列提升了核心数量 从13代的8大核外加8小核 而升级到了8大核加12小核的规格 这样的改动相比起14代处理器的其他系列 而维持与13代相同的核心规格 仅仅提升一些频率就变成14代处理器来说 14代i7系列处理器确实变得格外的特别 也是如今较多发烧油考虑的处理器型号 那问题来了 这款采用全新核心搭配的处理器 应该使用什么散热器才理想呢 本期节目就来给各位分享 i7-14700K应该搭配什么散热器 为了测试出不同散热器在i7-14700K上的表现 我这边一共准备了6款散热器 每款散热器都涵盖了不同的散热器定位领域 也算是比较合适大家做参考 这6款散热器的喜好分别是 代表360一体式水冷的亚军ProArtis EA5 代表280一体式水冷的VKC280 代表240一体式水冷的角色风神Diquot LT520 代表6热管刷塔双风扇的VKD1125 代表6热管单塔双风扇的立明U120ES 以及代表5热管帮塔单风扇的追风者ProArtis S5120 测试的机箱采用的是追风者的G500A 同时机箱风扇也是采用G500A内置的原产风扇 这是平台的其他硬件与测试环境 我这里就列出来方便给各位参考 在开始测试前 我先大致与各位介绍我这次的测试方法 这次的测试并不是用传统测试散热器的 AIDA64FPU压力测试来进行 原因是用AIDA64FPU压力测试 只能看出处理器在较为极限负载下的功耗与温度表现 不能得出在极限负载下的性能表现 而我希望能够结合到实际性能表现上 看看如果压不住默认频率导致频率下降 最终在性能表现上能有多少的差异 于是测试方法改为了Axinibash R23多颗跑分测试 并且是连续进行10次的跑分在取出平均分 而进一步的降低变量的影响 与此同时也会截取10次跑分时的频率表现 以及CPU Package的温度和功耗表现 另外为了能够贴近真实用户的使用体验 我也会分别进行散热器原始满速状态下的成绩 以及统一调整至40dB低噪音场景下的测试成绩 那么先来看看满速状态下的测试表现 基本上6款散热器都能够跑出超过3万5千分以上 而从VK的D1125到更高端的散热器 均能够维持在3万5千5百分左右或以上 唯独立民的U1201S和最凤子的Pralis S5120的分数稍弱一些 分别是35385分以及35169分 切换到频率表现就不难看出原因了 除了U1201S和Pralis S5120以外 其他4款都保持在最高频的表现 但U1201S和Pralis S5120也仅落后过0.1G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紧接着继续切换到温度表现 也只有U1201S和Pralis S5120是装上了100度的温度墙 和360水冷代表的EA5差距来到了10度 当然是因为装了温度墙 实际的温差是不止10度的 最后切换到功耗表现上 这颗14700K在磨车状态下是能跑出280W左右的功耗 而装上温度墙的两款散热器则是只能跑到275W左右 这还是因为装上温度墙所造成的功耗预出 实际压制的功耗应该只有250W左右 甚至更低一些 从这里基本就能够判断 U1201S和Pralis S5120这两种散热器品类 是很难驾驭得到14700K的满载发热的 但这不代表你不能够用它来压14700K 至于是为什么 之后我再和各位显示 然后我们来进行统一40dBA噪音下的测试对比 这时候的成绩就变得很有趣了 基本上风轮的三个代表完全是没法扛住14700K 先是U1201S和Pralis S5120率先跌破35000分 仅获得34761和34544分的成绩 而在满速状态下 勉强压得住的VKD1125也在这个环节倒了下来 略微下降到了35160分 最终只有24类水冷以及以上是维持了和满速状态下的相同成绩 不过这里也有个很有趣的结果 从两个模式下的跑分成绩 可以发现得分最高的不一定是散热性能最好的 甚至是对比满速和静音模式的跑分 也有几个款式在低速模式下的跑分 还比起满速模式下略高一丢丢 这里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只要散热压得住 实际性能表现基本就没差异 然后我们来看看频率表现 果然三款风冷均出现了降频的情况 而且NU121X和PROXX5120更是进一步降频到5.2G加4.2G的频率 无度表现也是如此 三款风冷均顶着100度的温度强 而三款水冷的温度表现相比起满速状态下差异来到了2-4度 表现相当的稳定 最后是功耗表现 三款水冷保持相同的280W左右 而三款风冷的压制功耗变成了260-275W之间 从上述两下的测试结果 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会给出推荐选择240水冷或者是以上的结论 而且慢 别忘了目前的进度条值到一半 我们都知道自从13代开始 Intel给处理器定的电压都稍微略高了一些 导致功耗上涨太多 那我是不是能够通过降压的方式来减少对散热器性能的需求 这部分我也顺道给各位测了 这里我在主板BIOS内进行的电压偏移的设置 为了能够让绝大多数的大众体质都能有所参考 我仅调整了-0.05V 然后再次分别以码速状态和静音状态下测试多一次 码速状态下 Poly S5-120无法稳定通过连续10次的跑分测试 这或许是因为手动设置电压偏移 而导致处理器无法自行降压降频 因此处理器一旦压不住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而U-120EX相比起默认状态下的分数回归到接近35500分的水平 勉强算是压得住的情况 切换到温度表现 Poly S5-120确实还是撞上了100度的温度墙 而U-120EX是勉强以95度的成绩通过了测试 而表现最好的EA5则是进一步下降到了82度 比起默认设置下低了8度 同样获得82度的还有280水冷VKC280 而不得不说280水冷确实和360水冷的表现非常接近 其余的散热器表现就给大家自行暂停参考 然后是功耗表现 Poly S5-120因无法连续跑满10次就不在统计内了 其他5款散热器的功耗压制表现都在255W到260W左右 当然两款风能出现更高的功耗压制数据 只是因为这两款散热器的散热压力已经并明明界点 会出现这部分的功耗溢出的情况 最后是调整次低噪音转速下的测试场景 这时候无法通过连续10次跑分的又添加多一个U-120EX了 其4款都均跑出3万5千5百分以上的成绩 前往到温度表现 除了U-120EX和Poly S5-120均撞到温度墙以外 VK D1-12595度的成绩勉强过关 而其他3款水冷均以不到90度的亮眼成绩 稳稳压住降压后的147mmk 功耗表现基本和满足状态一致 能够稳定连续10次过车的散热器均在255W到260W之间 从上述中多的测试结果来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散热力好不代表性能表现就一定更好 只要散热压得住 再好的散热器也只是体现出更好的温度数据 又或是能够用更低的噪音实现更稳定的压制 再来就是压不住的散热器所带来的性能损失 以14700K默认设置外加静音模式下的跑分对比 用360水冷代表U-5对比单塔单风扇的Poly S5-120 两者的性能差异也只下降了3%的性能 这点性能差我个人觉得其实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完全能够通过锁功耗或是手动降频的方式 搭配一些入门级别的风能来使用 最后就是最多人关心的 对于只玩游戏的游戏玩家来说 用单打单风扇的风能是不是会有所影响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做了个测试 而且我是用单打单风扇的Poly S5-120 对比顶级360水冷最封者T30V-2-360 分别测试了单机游戏Cypher分割2077 以及电竞设计游戏CS2 从两款游戏的测试对比来看 明显能看到T30V-2的温度比Poly S5-120低了近20度 但Poly S5-120也能够将14700K稳稳压住在60-70度左右 不仅如此最终的平均震表现也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说法 只要能压得住性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那是不是就代表紫外游戏完全可以只用单打风扇就够了 而接下来就是我个人对于本次测试的结论了 如果你问我 我个人是觉得只要能力和条件许可 最好还是选择240水冷或以上 主要原因是给你的CPU有更多的煞热空间冗余 不要将煞热性能卡得过于极限 避免日后煞热气老化又或者是灰尘导致煞热压力变大的情况 加上我的测试环境还是搭配风道较为优质的机箱 而对比一些通风性能较弱甚至是小机箱来说 我的测试结果还需要再打个折扣 另外测试采用的14700K体质也不能代表所有的14700K 对于一些体质偏弱的CPU 最终的表现也可能会有些差异 因此考虑到测试结果的参考意义 给出更多的煞热性能容易还是比较稳妥的 而对于风扇档来说 如今也有不少性能卓越的双塔风扇也值得考虑 虽然极限性能状态下明显和水冷任有差距 但只要机箱的风道足够 同时预备给处理器进行降压的手段 用起来应该还是挺稳的 至于单塔风扇嘛 说真的百分百游戏档也并不是不能选择 只是都用上14700K了 不至于用不起双塔对吧 当然小机箱用户和外观主义除外 以上就是本次关于i7-14700K 应该搭配什么散热器的相关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也不妨点个赞 而现在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